你老爸昨天差點沒有了 有一天我打給我媽媽 我就說 你在做什麼 她說沒有 剛剛煮完飯 她說你還在做什麼 我問我 我說沒有 我回家了 她說你現在能不能說話 你有沒有在忙一些很重要的事 我說沒有 沒有什麼忙 她說現在過了才告訴你 你聽吧 你老爸昨天差點沒有了 歌手張敬軒昨天開live和粉絲互動 期間他突然罕見提及家事 透露爸爸有一天在家突然昏迷 嚇到媽媽走樓找保安求救 軒仔表示其實早在10年前 已經勸過爸媽搬來香港一起生活 身為家中獨子的他 希望可以在身邊照顧父母 但無奈爸爸一直不願意 直到之前我們在倫敦不幸中招感染新冠 原本爸爸的康復進度良好 軒仔也打算忙完手上的工作 就回到廣州探望 誰知有一天在和媽媽的通話中才得知 原來爸爸受到新冠後遺症的影響 突然在家裡昏迷 由於兩老一直拒絕聘請家務助理 事發的時候媽媽根本無法扶起體重160磅的爸爸 於是唯有急急跑樓樓找保安求助 幸好從遠之後爸爸騷醒情況穩定 一家人也就這次事件認真溝通 軒仔最終成功說服父母 答應搬來香港一齊生活 他感性表示原本沒有想說出來 但很想和粉絲分享這份喜悅 他形容這個是近五年來令他最開心的一件事 希望軒爸爸早日康復